今日在泰国的中国留学生小刘的QQ被盗一个小时后 盗窃者不但使用他的账号向其亲友索要财产 还删除了他的众多网络好友 之后的24小时里至少有两个好友中毒 这只是当前防不胜防的网络袭击的一个缩影 为了应对当前不断升级进化的网络袭击 7月25日在曼谷阿提尼大厦召开网络反恐研讨会 IT企业和相关媒体出席了会议 担任众多政府网络安全顾问的火眼科技公司副总裁Tony Cole 汇报了当前网络攻击的特点和趋势 并尝试提出解决方案 Tony在报告里指出 由于现在智能手机等数码设备的普及 市民的数码设备越来越多 个人数码设备之间互相传输 个人设备和公司设备之间的互相传输率增高 让网络攻击成功的概率越来越高 此外社交网络透露了市民的爱好 传统的email攻击提炼出用户的兴趣 在进行定位攻击 也让市民防不胜防 本台记者曼谷报道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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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的观众